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中美之间产生贸易不平衡 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个问题 但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不公平 什么叫不公平呢 就是你不但在我家里占了很多便宜 但是你呢 并没有跟我一样的平等地位 比如说 美国是一个开放体系 美国是一个知识产权得到保证的体系 而中国呢 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 甚至呢 不尊重知识产权 恰恰是它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然后呢 在美国 什么中共媒体都可以办 对吧 到美国的理由很方便 对吧 没有什么限制 你整天骂一下美国 美国也不管你 给你签证就过来了 对吧 这种不公平的贸易 才是呢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所谓的一个虚物的杠杆 那只是给了 把中共拉到这个台面上来谈 我们怎么公平一点 所以 公平是贸易战的这一次核心价值之争 马先生 您同意吧 我非常同意 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来 我们经常做新闻嘛 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节目 做着做着有时候呢 把观众也给听糊涂了 今天呢 正好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好好理一理的一个好机会 我呢 就在最近在琢磨 今天的这个题目 所谓的北京退兵啊 这个题目一弄出来之后呢 我刚才就想琢磨这个题目有点不对 北京没上过兵啊 北京呢 在我的角度看来 按照星期五的晚上九点钟 我们谈的是香港 但是罗兰先生呢 讲了这个中美贸易的一点 他讲的一个观点就是 本来不是个仗 是你自己呢 想打一个仗 所以我这个啊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题目啊 咱们就围绕这个题目 我说这个北京不是收兵啊 不是退兵啊 是收鹰 鹰 就是鹰派的这个鹰 就是中国呢 那在北京呢 就在中美贸易战也好 国际关系也好 这几年呢 放了太多的鹰 太多的这个民族主义 与太多腐烂 不知臭和丑的这种鹰 嗯 那么大的表现呢 就是各国的大使的这种强硬化 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的一系列 包括撕毁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事废弃文件啦 类似这样的一些话 具体的一些人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国防部部长在 威凤河在这个 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期间的那些大放厥词 以及很多这个外交人员 关于什么时候是中国解放台湾的时刻 就是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时刻 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台湾之时 包括一下 包括一下那部消息 这位同志受到党的警告了 这不就是我刚才在说嘛 收鹰不是退兵 他拿什么跟人家打呀 打的话我们看嘛 我们就像您的话刚开始说 一没有牙嘛 以牙还牙 拿什么牙来咬人家 一没有牙二没有李 刚才您说的呢 就是在哪里 就是他没有李 很多中国人觉得呢 就是当然贸易呢 就像您说的一样 是你买我的你的货多 我愿意买你的多 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内在的很多逻辑的不公平不行 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一个 媒体方面信息方面 那么你中国美国可以用这个微信 你中国人都可以用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可以用WhatsApp 为什么不可以用谷歌呢 为什么不可以用YouTube 为什么不可以看明镜电视呢 对 是不是这是一个 而你在美国你可以看到 中共的所有的宣传片子 甚至你可以看到学习时报 对 那为什么美中国的人看不到这些呢 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公平性 再一个还有一点就是川普总统 所和政府所抓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把这些都刨去 我们再说一个更贸易实质的问题 就是你答应的入市谈判当中的 关于开放你的市场 开放你的零售业 开放你的金融行业 开放你的这些 为什么不开放呢 用各式各样的条件设置和卡住不开放 反倒成了你的一种理由 当时给予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期限 早已经过了 为什么不开放呢 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不遵守国际协议 国际协定的一种 这是一种 不仅仅是共产党是这样 在历史上 中国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第二个 第三呢 就是说 这次呢他打贸易战呢 其实中共是没底的 这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那种民族主义冲起来那种 假的那种底 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任何的迪黑打 没有办法打赢的这场战 除非你中国 我今天开始不给美国出口任何东西 是美国市场 马上会短缺一些生活清工业产品啊 生活一些必需品啊等等这些 服装啊等等这些 但是死的更惨的是你啊 替代的无数的产业 无数的国家 无非就是紧张个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很多工资 很多国家都会开足马力去生产这些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 那么中共呢从这个角度上我来讲的话 我能够定的题目就是 中国不是退兵 是收音 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 关于题目当中的 关于像刘鹤所说的这个呢 我认为刘鹤的这个 也就是说从中共 特别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从克强经济学 到刘鹤经济学的一个转变 在习近平的这种小组的集权 就是上一星期我专门讲了一下 关于在我看了为什么他们效率低下 为什么做出很多匪夷所思和啼笑劫飞的事情 而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事情 却没有人去决断呢 这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中共的政权一下子 臃肿或者是不灵活 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甚至一个简单的一个态度 都没有人敢说 也没有人去解决和面对呢 就是说到的一个关于小组制 这个小组集权呢卸下了李克强的权力 当然中国经济呢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 效率各方面都走上了一条歧路 这条路就走到了一个邪路 或者一个黑道上 政治上呢我们也看到 他一时之间呢 自己把自己给神化了 变得走向了一宗 在造神运动当中呢 不断的让自己呢 自己娱乐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滑稽和可笑的事情 我们简单的讲 就可以说是皇帝的新衣 自己在娱乐自己和满足自己 这是我对这个贸易战方面的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观察 和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也听过鲁先生谈这么一个见解啊 你对鲁先生 你在对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这种感觉 应该比我们要深刻一些吧 有一点 跟他们都有一些交往 微信啊 经常会有些交往 对啊 他们这个感受是怎么样 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这种进展 尤其是最新发生的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要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让步 继续让步 如果这个中国领导人都像你这么英明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因为我们从一开头就认为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 在你有三千五百亿美元的这个顺差 这种情况下边 那么就正如同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下 这是一种美国非常大的一种一种优势 就是我的市场容量 可以每年给你三千五百亿美元的这个顺差 这么一个大概份额给你 也就是说相当于两个公司在做生意的情况下 我每年让你从我这赚三千五百亿美元的这个利润 当然这个以前讨论的过程中有这个 有马老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吧 就不同意这个这个顺差就是贸易的就是利润的这么一个观点 那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就是你从我这里拿到了三千五百亿的这种订单 并且把它实现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实力在这里放的 所以你有这么大的顺差的情况下 你跟你的这么大的一个雇主去打这场贸易战 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情况下 胜败在一开头就已经决定了 那么在过去的情况下 就是美国人他是信守承诺的 他是愿意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他唯一的是当你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的你的民主体制和你的价值观 会逐步的向世界主流的这种精神去靠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当这一次川普总统他上台的时候 他是讲这个贸易战在多年以前已经开始了 他现在只不过是正本清源 让他回到正常的公平的这种状态上来 那么从这种开始 本来我们刚才讲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像何平工老师这么明智的话 其实一开头就可以说 我们中国政府我们考虑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利益 什么样的情况下能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 我们就去怎么样做 而不去考虑到跟美国人去硬抗 去打这场打不了的贸易战 因为中国政府他要考虑的是作为自己的国民来看 来保证国内的形势稳定 他从来不考虑在国际上的形象 和能不能打得赢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马老师可能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在经过这么多年 近平主席把他所有的政敌都已经清除掉了之后 并且利用反腐的这个手段 震慑了党内的所有胆敢有不同意见的人 不能再继续发言自由交谈的时候 他也就把自己放到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 没有人在这个提示下面 可以跟他提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 刘鹤副总理是我们的校友 他是习近平主席比较信任的人 但是从目前来看 在第一阶段五月份的谈判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也最后他的这个建议没有被取纳 这个谈判破裂 导致了习近平直接发号失令 那么还要是要继续的跟美国杠下 那在这个时候 导致中国的经济不断下行的情况下 这个标题语起说是北京退兵 到不如直截了当的说 该认怂的认怂了 过去一直扛着不认 到目前实在是扛不下去了 那么就开始认怂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最缺的两样东西 石油我们放在一旁先不说 就说中国现在目前最短缺的 第一是粮食 第二是猪肉 在食品里面 粮食 中国大豆每年要进口将近一亿吨 2017年的数字是进口了9350万吨 也就接近一亿吨 按照正常的发展 2018年应该接近一亿吨 甚至以上这么一个水平 因为打贸易战 他把美国的大豆给下断了 但是你在这个星球上面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找不到像美国 这么大的固质 他可以供应给你这么多的大豆 俄罗斯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 也就顶多加上将来规划 也就是100万吨 俄罗斯人并不善于去种大豆 其他的经济体最大的像巴西 它的供应量也极其有限 阿根廷不够自己国内的用 所以现在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是 就是中国向阿根廷开放了豆博的市场 而不是黄豆 这什么东西啊 豆博就是炸油剩下的那个产品 中国需要大豆需要两种 第一是石油 另外一个就是豆博 那么豆博就可以供给做食料用 养起各种各样的生畜 猪牛羊鸡等等 那么这么就导致了 一方面缺食料 一方面在非洲猪瘟的灵力攻势之下 中国的这个生产量 大幅的下降了30%到4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唯一能供给他的 这个满足他的需求的 一个大豆一个猪肉就是美 而他真好敲的很准 挑了一个世界上最能供应给他 且他染霉至极的这么一个供应的国家 就是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的经济状况汲取低下 而且士气低落 那么就是说 当猪肉现在已经涨到了 普遍20多块钱人民币 排股涨到了30多块 40块人民币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比美国 这个沃尔玛商场零售的这个价格高出来三倍 我们前天去到沃尔玛 他的这个排股的零售价是1块7 美金一磅 大概和9两多 这个这么一个状况下 那就说相当于是大概12 3块钱一市斤这个排股 而在中国现在排股要卖到40块人民币 到50块钱甚至更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已经猪肉的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 粮食大量的这个饲料紧缺 所以在最近的这种情况下 看不到这么解决的这么一种方案 所以北京在这个情况下 那边再继续的苦撑 包括中秋节 开始有些地方已经在发票 在限制这些 那么接下来的国庆节 在国庆这个要一边阅兵 一边吃不上排骨的时候 这个民众的心里恐怕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撑到目前这种情况下 包括香港的事情也在继续的发酵 那么撑下去是很不容易的 昨天也就是9月12号 美国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向美国订购了十船这个大豆 估计有几十万吨之多 六十万吨 六十万吨 那么这个数字是最近一来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 8月2号到8号 中国已经进口了 这个一万两千吨美国猪肉 实际上在他一面高声叫喊的情况下 说这个打贸易战打到现在进入到了一种舒服状态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打仗不是打炮 人家说他是刚刚到一个理发店洗发店出来 接受记者采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是表面上打中脸充胖子在那里硬撑 撑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已经撑不下去了 所以 与其说是北京退兵 倒不用说是主动认从 我这么理解 一个补贴 那么到美国的产品进中国又设置了各种壁垒障碍 这个障碍呢大到了差不多就是你从香港市场上的美国产品价格 和大陆的价格 以及这个购买是不是容易呢可以看出来测算 第三个就是产权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你别小瞧 你像耐克他产品他要贴上个耐克那个叫什么那个小蝌蚪 那就是钱和没有那个小蝌蚪那差多少 那就是知识产权的差价 所以因为有这样几个呢美国长期的觉得自己不公平的 那么现在他们要求个公平待遇 这个呢中国先是抵抗了一下子 但是后来中国决定放弃 因为在放弃在美国打贸易战中呢 带出第二个问题 川普总统呢他以他一贯的在经商中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方式 他把其他的一些领域都打开了 他本来打开这些领域 他是为了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就是彭斯总统第一个被中国政府看作有争议的讲话说的 你只要回到邓小平的这个路线上来就什么事都好办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呢他这个极限施压手段打开之后呢 有些事不由他 实际上他的幕僚呢 这个川普总统幕僚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的 他们虽然都是对华鹰派 但是鹰派的出发点不一样 有的是意识形态的 有的是文明冲突的 有的是地缘政治的 有的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的 还有的 其实川普总统本身是个自由贸易论者 他觉得只要他相信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下 美国能够胜出 那么他其实没有考虑到中国的血汗工厂和低人权劳动成本 在对美国产品竞争中的优势 那么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呢 他极限施压的时候就给了像地缘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这种文明冲突呢 给他们打开大门 于是呢 他们把其他领域中些问题给带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 而且将来川普也关不回去的 就他本来极限施压的手段 这就是美国的安全问题 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入美国 进入自由民主国家之后呢 会给这些国家的安全带来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呢 有的时候人说他这个借口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他确实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现在提出来 这是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川普的幕僚和川普的团队 打在极限施压中打开一些领域 今后呢 看来这个贸易协定达成之后 那么这些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原来川普总统觉得华为问题可以解决 现在看来也不是他能说句话 就能那么轻松解决的 第三个呢 就是在川普总统贸易战打开了这么多大门之后呢 美国各界长期以来积累的 对中国的不满 现在全都爆发出来了 就像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本来是一个反送中条例 到五大诉求 其实五大诉求背后 是含着很多的这种文明的 还有文化的 还有包括经济利益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很多这种冲突都带出来 这些方面呢 更不是川普总统他能够决定的 那么这些方面的压力呢 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宪政的制度 从政府和总统权力是有限的 其他的机构都有一些制度化的权力 他们可以继续把他们这个领域中认为 应该进行的冲突进行下去 直到实现他们愿望为止 那么我讲说这几个方面都加起来之后呢 中国政府本来以为答应一个公平贸易 你能解决问题 再把文本起草上跟川普讲一讲 再给点什么采购量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没想到呢 现在其他领域出来 他现在达不成定义 现在的退却呢 我觉得更多的事项在其他领域中 也准备做出一些妥协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我觉得呢北京退兵这个词啊 或者北京收音或者北京认怂这个词呢 我觉得都忽略一点北京是有派系的 内部也是有派系的 因为我跟大家提醒过几次 杨洁实呢在几个星期到美国来了 他显然不是来度假的 他现在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 假定他还是一个负责外交政策的 他在这个江泽民实际上负责外事 全权负责外事领众 他做过对美大使 做过外交部长 他来干什么来了 他来跟美国谁谈了什么 如果假如把这个印度考虑进去 那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在对美 就是或者北京在对美做妥协的时候 习近平在国内也对其他的一些集团 做了一些妥协 其实从中国政治史上看 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少主啊 主政的时候 他其实他要大规模更换全臣的时候 他最怕的就出事 因为一旦出事的时候 他就两个选择 一他要被外来的这些危机问题给压垮 二他要重新启用被他排挤过的全臣 启用这个全臣可能带来的危害 就削弱他的这种权利 但是现在看来习近平其实 在面临着经济上这种衰退的压力的时候 他不得不做出很多妥协 包括对民营企业 习近平上来就刚才这个 鲁难是用了一个 还是马俊用了一个词就是 克强经济学转到了刘鹤经济学 这个转换什么呢 其实克强经济学就是减政放权 继续八十年代方向 政府简化办事手续 用自由区 政府只是建什么联租房 去保社会的底 然后尽量的给社会创造更多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但是这个刘鹤经济学 就是要讲掉了一个供给策的改革 就是要强调三去一补 在这个过程中就包括去杠杆 就意味着要紧缩金融 还有就是要去产能去调整这个 这个竞争加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素质 实际上就是打压民营企业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当然说 说真的有什么特别的纯粹的民营企业 其实也都基层这些领导 在这个掺在一起的很多企业 要把这些素质不高企业打掉 那么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在前几个月 开始对这些方面做了妥协 也就是说这个金融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要开始放 要放一下金融的这个发放量 那么另一方面这个民营企业 他又开始要扶植 转而要去扶植这些民营企业 在我觉得这些其实他在经济上 在全面的退化 那么在几个几个月前 说吧两三个月就已经传说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 在自己的谈判团队中 充实力批过去的谈判的 老手 其实这些老手我们知道 如果假如现在他们不在 这个新的谈判团队中 其实在某种上就是政治上被洗掉的 那么而这些人大概就是 江曾时期或者胡温时期的 这些这个重要的政府官员 现在他们又回到谈判团队 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说那时候 他们是王岐山 担任国务院总理 卖帽总理的时候人 但是那时候王岐山也是 曾和江这个团队的人嘛 所以那这次站在阳洁石 如果我假定 杨洁石到美国来 如果他谈到了贸易问题的话 那他跟刘鹤 而且又明确的好像有一个交班的 交棒的这么一个举动 那我们可以说 习近平在打在北京实际上中间呢 也有些权力的微妙的转移 他不一定是我觉得从现在看不一定是习近平失事了 失去了控制局势 而是更像是他面临这种内外压力 他做了些妥协决定呢 让过去一些被他在这个一个时间表上要把他清除的力量 要暂时让他们回来再主导一段时间 那么过一段时间再说他们卖国呀等到经济好转之后 再说他卖国 那么清洗掉 就像毛泽东62年时候把权力交给刘少奇 说呢他犯错过六千人大会是做了自我批评 但是呢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指示 就像习近平发出要斗争中 要准备大斗争 然后到65年经济好转之后 再说刘少奇在这个三年中间 开始搞了什么这个资本主义复辟 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权派 再把刘少奇给清洗掉 我奉行一些 陆先生有话讲吗 没有吧 我又想抨禁一下这个君涛 哎呦他好了 我们就是说他平和了 你来 君涛是我非常敬仰的这个老师 但是呢他的观点我不能同意 就是说到这个中国党内这个派系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都对这个事情抱了过高的欣望 但实际上我们不能 不能進行一種議猜 包括楊潔篪到美國說了什麼 見了什麼 他代表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能用議猜的這種方式來看待這個事情 我能夠看得見的事情是在習近平長期以來 清洗掉所有的政治上的這種對手 包括波熙來、周永康 包括十八大軍事委員會的所有的副主席 包括委員都被他拿下 包括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 也都被他拿下這種情況下 利用反腐的這把利劍震懾了所有的黨內對手 清洗掉了所有有可能威脅到他執政的這些人的 這麼一種情況下 實際上他的定義一針已經實現 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完全控制局勢的政治寡頭 在黨內包括他的體制內的這些人 從過去的這個懶政代政就是出功不出力 等著你出錯等著看你笑話 這麼一種狀態現在變得是謹小慎微 這個大氣都不敢出一個 在這種清洗的下面 我不認為共產黨內部有明顯的派系 或者說有前朝元老敢於跟這個習近平主席叫板 那麼從最近的一些例子來看 這個為什麼他一再在這個中美貿易戰中間出了很多的昏招 這個出了很臭的牌 而且總是最臭的那一張牌給拿出來出 就是因為他身邊沒有可信任的人 沒有一個理論的體系 沒有一些專家學者能夠真正的給他提供意見 我們最近可以看到的例子 是在這個林鄭月娥香港問題上面 香港政府和這個特首林鄭月娥 始終跟中國大陸的調子是不完全一致的 他是夾在中間 他不敢宣布香港有什麼這個港獨分子 或者說是其他的一些分裂的這些分子 我們沒有聽見林鄭月娥這個來說指責香港的這些學生這個話 相反在大陸上的這些媒體根據他們的慣性 根據他們對這個對待所有矛盾的這種鬥爭策略 所以反而一再來挑起來各種各樣的仇恨來這個 那麼在最近當這個胡錫進先生跟陶傑先生對話之後 信誓旦旦的說路透說的這個是假新聞 而且他背後有這個情報部門的這個影子 在第二天林鄭月娥行政特首就打了胡錫進先生 一個非常響亮的耳光 包括林鄭月娥特首撤回送中條例 那麼在大陸上的媒體也是一片噤聲 沒有一個人可以對這個事情進行一個明確的發言 只是在某個小報的這個很多個夹縫裡邊報道了這個消息 這也說明在中共內部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指示林鄭月娥 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辦 也沒有人能夠指示大陸的媒體在這個宣傳上面 應該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應對策略 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既希望以中共內部有派系鬥爭 或者不同的勢力來取締 甚至威脅到習近平改變他的任何決定 個人的決定的話 這是不現實 我是不相信這一點的 謝謝 我來補充一點吧 這個其實我覺得魯南先生他沒有討論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說的是習近平要對現實做一些妥協和讓步 倒不是說有些集團在有意識去挑戰他 他要啟用一下 就像這個當年的大林清洗他的軍隊的時候 到蘇德戰爭爆發之後 他不得不把監獄中已經人請出來 再重新讓他去打仗 上去當將軍去打仗一樣 直到像朱可夫這一批年輕的他的時期將軍打出來之後 他又把這些人拿下 這個那麼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共產黨的領導人當經濟上面臨問題的時候 他就是要做讓步和妥協 金家三代父子大林毛澤東這麼強勢領導人 當經濟上遇到的這種滑坡式或者斷崖式的這種衰退的時候 他也得要對現實做讓步 其實剛才我們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就是 中共現在對美國要做妥協和讓步的前提是他經濟上遇到了大麻煩 在這個大麻煩前提下習近平怎麼解決問題 他現在那個枝江新軍是沒法用的 在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要啟用一些前朝的 至於說前朝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形成一些新的派系來源呢 這個在專制體中也不一樣 你比如說當年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時候 這個慈禧病逝之後呢 新上來的滿清權貴甚至準備要袁世凱的命 因為他覺得他欠光緒皇帝的一條命 但是到了武昌起義爆發 滿清無人可打的時候把袁世凱請出來 袁世凱就借機呢搞了這種準政變 那麼逼著呢這個清朝呢退位 清朝皇帝訓位 然後呢這個有了這種中華民國的這種正式的建立的機會 但我覺得其實我在講這個並沒有說寄什麼希望不希望 我是在客觀上描述 習近平在國內的這種經濟滑坡 還有國際環境大的壓力下 他要做妥協 在這個做妥協的過程中 實際上他也對黨內的另外的一些 原來他準備排擠的派系 這些人是不是派系另說 但是習近平不把他當作自己的一派再加以排擠 跟這樣一個過程結合起來看 我還要繼續批判 這個軍濤的這個觀點啊 我對他說的這個其他的方面都沒有意義 我是完全贊成的 就是對這個關於派系和糾紛的這一點 我是保留我自己的意見 那麼同時呢就是軍濤剛才舉了很多的例子 因為他這個通筋骨啊 然後讀書又多讀萬卷書 這個他有很多的經典在這裡 但他舉的例子都是歷史上的啊 那包括斯大林也好 毛澤東也好 包括他舉這個袁世凱的例子也好 這個這些人像毛澤東打仗打出來的 打到天下 他的這個威信在共產黨裡邊還是樹立起來了 那麼斯大林也是通過戰爭 取得了他的絕對的控制權 在蘇共裡邊也是有巨高無上的這麼一種影響力 至於說大清皇帝那就更不用說了 政績國家啊 家國天下都是這個大清的 那個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而習近平主席上台就比較困難 然後他本身又沒有深厚的血氧 也沒有遠見著實 沒有那種就是這個舉手可以定立天下的這麼一種能力 所以五大郎開店 他是絕對不敢再用前朝的任何一個這個這個有有學之士 或者說在影響力各方面能夠取代他現有的這個部下的嫡系的這麼一種情況 我僅僅是對這個所謂共產黨內有派系有紛爭 或者說是這個習近平敢不敢用其他的人這樣啊 對君涛發生一點質疑 謝謝 等和平談完我再一併答覆吧 要我談完那我奉獻一些最基礎的知識 我奉獻一下最基礎的知識首先呢 就是講美國還是講中國啊 我把兩邊的談判團隊 因為下個星期中國有副部長級的這個代表團來 那個時候才能確定 這一次談判的團隊是怎麼一個陣營 但是我們根據已經可以確定的談判團隊的人 對他的派系的歸說 我們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 美國最重要的是四個人 一個呢就是談判代表黎特希澤 他是一個很少在媒體裡面露面 他露面最少 其實他掌握的情況最多 因為他是貿易的全權代表 或者叫特使 但他呢就是跟日本很熟 因為日本談判是談判了這麼多年 他是一個非常受人尊重的一個專業的談判人士 技術官僚 他的目的就是以美國的條件 以美國的法律 爭取美國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屬於一個派系不是那麼清楚 第二個就是 第二號人物 或者說有時候人物都排不清楚 也許更重要就是財政部長摩洛欽 每一次談判都有黎特希澤和摩洛欽 摩洛欽呢 是華爾街的代表 摩洛欽呢 他是個投資家 他也是個理財家 那麼他跟川普總統的關係 就是在川普總統 競選總統的時候 給予了財政上的 很多的幫助 或者是尋找資金 那麼這個人呢 他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對手 一個對手呢 就是剛剛被幹掉的 博爾頓 美國的財政部長很特殊 當很多國際安全產生 問題的時候 往往是財政部長來宣佈制裁 所以他的權力跟國家安全 是面前連在一起 所以他同時分化了安全團隊和外交團隊 那麼他另外一個敵人是誰呢 就是 就是拉瓦羅 拉瓦羅跟他鬧到什麼程度 在北京進行談判的時候 兩個人可以在酒店的外面公開吵架 到了這樣一種地步 那麼他屬於一個什麼人呢 他屬於一個 這個維護川普 也維護華爾街利益 屬於一個比較職業性的 一個商人 兼政客的人物 還有一個是 庫德羅 庫德羅是這個 军陶的新德西老巷 他不是新德西老巷 他是在普羅斯頓大學讀的書 雖然在普羅斯頓大學讀的書 但是並不是一個真正的 專業上的經濟家 但是呢他更擅長於 做媒體上表演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實質評論家 但是呢他是帶有經濟特徵的 一個評論家 川普總統是不太看報紙的 那更不太看書 但是他特別喜歡看電視 因為他本身也是個電視的表演家 一個城市人 這個也跟老馬一樣的 那麼川普總統 他的那個成員裡面有一批人呢 就是來自於電視評論家 但是呢他也有一點經濟常識 他擔任的職務是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 有的人誤以為啊就是中國的國家經委 其實他不是的 他並沒有真正的一個下面的一個機構 來支撐他 他一個意義上也授予了 這個經濟上的幕僚 或者是他比較喜歡在外面放風 講話也不是放風 美國的政客就喜歡跟媒體講話 川普總統一樣的 美國總統都是這樣的 因為媒體就面對民眾講話 要民眾去理解政府的政策 這是民主政治透明度很重要的一個表現 那庫德羅實際上沒有特別的權力 沒有特別的權力 也沒有了不像 雷澤希澤和穆罗欽講 真正的可以向總統報告 哎我們跟北京談判怎麼樣 所以他有時候談判在有時候談判不在 你也不能說可有可無 但是呢他是四個人裡面的其中一個人選 另外一個就是 拿瓦羅 拿瓦羅是加州大學的A1的經濟稅教授 但是這老兄呢 在美國的主流經濟下 認為呢他屬於非主流經濟派 但是他對中共 稱不得敵 對中共 對中共稱不得仇恨 因為他認為中共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 所以有人說他更像一個政治學者 他在這個政治派遣裡面屬於非常強硬的 要對付中共的人 所以他早一段時間都在講 其曾罪 川普都已經準備做好談判了 他還在搶著這個東西 那麼川普總統後來 針對北京老是不下訂單 他生氣 所以他一路之下呀 決定把三千多億給加上稅 當時候在白宮開會的時候 有庫德羅 有摩洛欽 有萊特希澤 有納瓦羅 有川普 川普準備 馬上先發推 哎呀這個摩洛欽就說 哎總統總統我們能不能先跟劉鶴談一下 哦 不要談不要談我發 摩洛欽說不行不行 這個總統還是應該跟對方交代一下 我沒加稅了嘛 好吧 川普說你能趕緊去打電話 哎呀那個時候凌晨一點鐘怎麼打電話呀 所以沒打電話的川普就發了這個推 但是發推之前 只有一個人支持川普總統 就是納瓦羅 所以我後來在分析中美貿易關係的時候 我說當中美關係不好的時候 強領派就站了上風 所以納瓦羅就支持了川普這一邊 但是星期四的時候 風人突變 早上起來 這個彭博通信社報導了 這個 這個說啊 川普總統很有可能呢 會跟習近平達成了有限定的臨時性的協議 而且是過去幾天中間呢 在白宮進行討論 討論了這些事情 然後幾個小時之後 CNBC也是美國非常權威的財經消息來源 也是經常訪問白宮這幾位經濟官員的人 居然引用了一個沒有透露姓名的 白宮的高層人員說 彭博通信社的報導 完全是錯的 不但不可能達成有限的臨時性的協定 這個人是誰呢 沒有人透露 但是幾個小時之後 川普總統說 我希望跟中國達成全面性的協議 但是呢 也可以達成有限的和臨時性的協議 這樣的話就給了CNBC的一個響亮耳光 但實際上呢 是打的CNBC的那個來源 我覺得這絕對是消息來源 我基本上是相信 美國的媒體 尤其大媒體很少捏造 也不是說沒有過 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 白鵬瑞說 川普總統握有150頁的中美秘密協議 白鵬瑞不算白宮的裡面打 他叫非正式性顧問 非正式顧問 他是哈德斯研究所的一個保守派的研究人員 那麼這個人他不屬於白宮的人 所以白鵬瑞不算 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昨天晚上的節目中間 我個人的節目裡面 我就提出了這個疑問 但是實際上我暗示給大家 也有可能就是 拉瓦羅 有可能的 我不能完全確定嘛 沒消息來源 那拉瓦羅和博爾頓呢 是兩個最頂尖的這個這個強硬派 所以當他們離開白宮的時候呢 就是某一種關係可能要調整 為什麼博爾頓要離開 是因為博爾頓覺得自己完全被爬去了 很多重要的決策根本跟他沒關係啦 對不對 阿富汗的會議伊朗的會議朝鮮的會議 朝鮮明明跑到三八線他都不在場跑到芒果去了 對不對 在現在去開會的時候 沒有王正濤去還正常 沒有讓博爾頓去就不正常 對不對 那麼這個昨天白宮的這位高層人員 很顯然被排除在中美貿易談判的 有限定的協定的這個會議 這是我的邏輯推理 所以這個白宮高級官員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川普他在昨天面對記者談話的時候說 現在國家安全顧問有十幾個人想來當啊 這個職務啊太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事情都是我告了 我做決定了 他什麼都不要做啊 他什麼意思啊 在他的決策思維裡面 他往往是鳥頭班底 一套是硬的一套是軟的 有時候來軟的時候他把硬的根本給 踢出局了 所以這個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美國的可以看得見的 這個談判的這個團隊 當然 拍馬屁的這個摸了輕說 我們真正的談判代表 是總統 因為總統他可以決定一切 那麼回過頭來講 我再報告一下中國的談判團隊 中國的談判團隊 以前兩個副部長 一個是商業部長的王壽文 一個是財政部副部長廖民 商業部的副部長王壽文呢 是復南財經學院畢業的 他是學外文的 他在商業部因為會外文 所以他從無疑的時候 開始就擔任翻譯工作 到了薄熙來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私局幹部 那麼到了這個時候呢 他主要是負責了文本的整理和修理 他也懂財經知識 他英文也不錯 原來在商業部的這個 屬於一個技術性的官僚 那麼財經部的副部長廖民呢 同時是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辦公室副主任 主任是誰呢 是劉鶴 財經委員會的主席是誰呢 主任是誰呢 財經委員會上面有個主席 是習近平 習近平下面有兩個呢 副主席 一個是李克強 一個是韓正 那麼在這個團隊裡面呢 廖民實際上是負責具體事務的工作 他是誰的人呢 他是劉鳴康的秘書 劉鳴康我們知道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畢業 然後呢 後來是擔任中國銀行的高級官員 然後就成為了光大公司的老闆 光大公司的老總 這個時候呢 廖民呢 去了當劉鳴康的秘書 他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的 是王仁濤的這個校友 但是北大的人基本上都不務正業 所以他一方面呢 是學經濟學 另外一方面喜歡唱歌 喜歡寫歌劇 北大幾個人都是這樣 以前的那個 開放銀行的那個王什麼東西 撥一撥的那個秘書 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廖民呢 受於一個就是說 懂得國際經驗知識 也懂得證據方面 因為劉鳴康後來是寧間會的主席嘛 他對寧間系統比較熟悉 這是呢 兩個副部隊的官員 王仁濤所講的 一個政治上的老手回來 其實這個人叫余建華 是商業部現在的第一副部長 他原來擔任過商業部的副部長 後來擔任了中國駐日內瓦的這個大使 那麼呢 他那是因為原來跟這個WTO談判 和歐洲談判比較熟悉 比王少文和廖民更具有國際的經貿談判經驗 所以他回來以後 國際媒體呢 這個認為他是一個強硬派的代表 因為他以前代表中國政府表現比較強硬 講的就是余建華 余建華是經貿部 以前叫經貿部 現在叫商業部 一路升上來的這麼一個純粹的技術談判專家 在王七三時期 他那個時候就是商業部的這個 副部局官員 私局官員和副部局官員熟悉這個國際談判經驗 現在他這次是不是出場 我現在不太清楚 但是上面還有最重要的三個人物 第一個是劉鶴 大家知道了 第二個呢是美國希望 這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易剛 參與談判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因為涉及到中美貿易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匯率的這個叫什麼 操縱國的問題 匯率操縱國必須是跟 中央銀行的行長 和貨幣基金組織 進行談判 美國確定了以後 必須要跟這兩個談判 談判一年時間 一般來講 那麼 美國方面希望易剛來參加 所以很有可能 劉鶴這次的談判代表呢 不只是他一個人 有可能是易剛 那易剛是什麼人呢 是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 而且成為了中生副教授 是我們很多朋友的朋友 那麼呢 他是周小圈的一個繼承人 還有一個呢 就是中山 中山是賣服裝的 就是這個 浙江服裝進入國公司的這個老總 後來組建了外貿系統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那麼他因為呢 在這個習近平浙江省當省長的時候 他是副省長 所以習近平把他安插成為商業部的部長 如果中國組織一個比較專業性的談判 排名的次數就是 劉鶴 這個中山 然後易剛 這是最重要的 部級以上的這個官員 所以從這個團隊裡面看呢 證明了這個魯南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 只會產生其他變化 但是因為這次談判呢 就是兵分兩路 一路呢是談技術性的 馬上可以達成交易的 這部分劉鶴說 那我來談 因為批評劉鶴的部分就是 不應該答應的東西 你劉鶴也答應了 劉鶴說 那好了 這部分我不談了 所以等於劉鶴呢 只談 可以達成協議的這部分 比如說市場準益 比如說知識產權保障 比如說某些領域的這個開放 美國的利益的這個保障 這一部分呢 劉鶴說他來談 而這一部分呢 美國也覺得沒問題 所以呢 達成協議主要是這一部分 那麼剩下的就是說 結構性的 地緣政治的這部分 誰來談呢 是不是像他講的那樣 是這個 這個 余敬華來談 這是我提出的 還有一種可能性呢 江湖上傳說是王岐山來談 最後一種可能性呢 是這個 11月份的 智力的亞太經濟會議上 這個 王對王 他們來談 還有一種情況 第四種情況 就是王妹講 但是樽陶今天講了 就是楊潔篪來談 因為楊潔篪是 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外事委員會主席是誰呢 習近平 所以 所以他是這麼一個體系 在現在的體系裡面 楊潔篪當然是屬於這個 江澤民時候的人 但是呢 他本身就是外事委員會的一個主任 談不上是前朝元老 所以我把這個 所以我把這個兩套班子 跟大家做一個簡述 我都可以做一個節目了 我來回應一下 我來回應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 我其實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呢 就是當中國和美國都說 要重新啟動談判的時候 南華早報就問中國的發言人 就是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方談判代表誰牽頭 是 談判成員有誰受呢 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閃爍其詞 就是說 這就是說跟原來就不一樣 就是在這個談判 就是公佈了這個談判班子 就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回答 魯南先生和和平先生講一個呢 其實政治是什麼呢 就是研究政治學人都知道 政治就是管理分歧和衝突的 就當一個國家 需要做出一個集體決策的時候 實際上利益是多元的 意見是多樣的 在這時候用個什麼程序 由誰來決定 這樣的最後的一個集體決策 大家都得服從的 這就是政治過程 說政治沒有派別呢 這是不可能的 那即使像毛澤東時代呢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到後來林彪什麼自我爆炸 雖然說對林彪的可能誇大其次 但是林彪的不滿 還有林彪集團中間 那麼中間對毛澤東搞的一些小動作 這個也是真實 所以我想說的是說這個從 如果假如說啊 假如說現在習近平就是已經大一統 中國已經完全都聽明於他沒有不同的東西 沒有不同的小動作的話 那我們這個政治學就可以告終了 就這個世界上就可以沒有 有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政治學 不需要政治學 但是我覺得呢 做這個結論其實要很謹慎 就是現在在中美在中國在美國研究中國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叫謝舒立 他是呢 聖地亞格的這個中國問題的專家 聖地亞格 加州大學聖地亞格分校 他的成名做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 就在香港的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呢都說中國集體主義多麼多麼的強 說在年輕人中已經信奉集體主義 已經個人主義被消滅了 於是呢他就在香港對所有來自大陸的 這些中國的中學生做了一個調查 他發現集體主義並沒有消滅 而是用一種非常醜陋的 極不正常的方式 個人主義沒有被消滅 而在集體主義這個掩蓋下 用一種非常醜陋的 非常極不正常的方式 在表達和進行這個發展 那我們都知道當年什麼 爭什麼肚票米票糧票房子分車 那就是五花八門呢 互相扣正著帽子 互相搞正著爭 好像在搞這個意識形態 但其實就在爭自己的個人利益 同樣我覺得其實現在表面上 習近平能維持一個大一統 那些對他不滿的人 那是很真實存在嗎 因為全黨信息 全國信黨就把很多國家 中國國內很多不喜歡黨的力量 就逼到對立面了嗎 現在服從是表面的 全黨信息他見個人獨裁的這個 為了保證個人獨裁的安全 他又會把很多的黨內力量 逼到他對立面 即使現在很多表面上忠於他的人 就像當年這個林彪所說 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 當面說好話 對吧 背後又怎麼怎麼樣 但背後沒有下毒手 但是確實林彪有很多的不滿 這個現在都披露出來 所以我想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不滿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能夠影響到今天的中美貿易談判 習近平是不是對他們的一些不滿 或者原來的一些黨內的意見 不同意見做了讓步 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 這是我的一個分析性的猜測 嗯 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還在繼續下去 但是我們這幫人不能講了 要聽一聽我們陶傑先生怎麼講的 陶傑先生有一點點擔憂 他擔憂什麼呢 就是白宮的鷹派也可能會出局 因為他認為如果納瓦羅出局的話呢 那麼川普對中國有可能會採取某種合法的姿態 因為北京的拖的決策有一點也是看準了 美國的政治 那我對納瓦羅做點補充吧 其實我覺得我們從中美關係 從那個美國對華貿易政治上看 納瓦羅呢有一點偏見了 納瓦羅是個民主黨人 他實際上在某種上 他是我們中國人所批判的這個白左 他其實觀點就是 美國如果真的想拯救製造業 保證勞工利益的話 美國要重新回到孤立時代 高築壁壘 把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隔絕開來 川普總統僅僅用他的這一條 廢除國際的 美國退出國際協定 然後用打關稅戰 來迫使那些佔了美國便宜的國家就範 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川普總統用納瓦羅 但是川普總統是個自由貿易的堅信者 他相信只要世界各國的貿易規則 對美國公平了 那麼美國不再照顧他們 美國就能夠在競爭中勝出 所以我覺得納瓦羅出局是個早晚的問題 一旦中美能達成貿易的 納瓦羅一定要出局 OK好 謝謝軍偷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我們的陶教先生是怎麼說的 華盛頓的局勢已經是很有洞察力 現在這個中共好像兵分兩路 什麼叫兵分兩路呢 就準備把這個營業達成的協議 中共覺得可以讓步 對它自己本身沒有根本性的傷害 比如說結構性的改革 說放在另外一部分談 就是說地緣政治分開談 先談營業的 所以昨天美國的媒體一天下來就是 像顧三車一樣的 星期四 顧三車一樣的轉轉轉 最後面川普到了晚上的時候他說了 他希望跟習近平達成全面性的協議 但是呢 也可以考慮達成有限的和臨時性的協議 也就是說中共準備分兩步來走中美貿易談判 您注意到了嗎 這個反正就是拖嘛 如果這個川普答應分階段的協議 這證明了中共這個拖自協這個戰略也是成功的一半 也是看死了這個川普 你有一個競選連任的大限在哪 你不跟我交代 不跟全國交代一下不行 那其他什麼開放互聯網 什麼讓美國資金進來這個像中國的金融銀行系統 什麼保險 這個絕對辦不到 與虎謀批 我看到現在美國心裡也知道這個是辦不到的 但是要交代 但是如果辦不到用下一步用什麼樣其他的這個小動作來整理呢 那下回分解 現在白宮方面您注意到了嗎 好像鷹判最近有一點問題 除了這個博爾頓現在好像已經離開了 因為他的很多政策性的川普是不喜歡 拿瓦羅是不是下一個要離開的人呢 現在就看到一個拿瓦羅 一個叫Pottinger 這兩個人是中國通 博爾頓呢 反正他的那個注意力跟他興趣集中在中東 他極力的是那種代表他 從那個美國總統尼克松當總統的時候 他已經跟當時的副總統挨個扭當白宮見其聲了 他是經歷過這個尼克松福特里根這麼幾朝的共和黨的元老 而且是個鐵鷹派 他組裝必要的時候要動手 要亮劍 該出手時便出手 所以他組裝跟北韓幹一場 也要跟那個什麼伊朗要幹 結果反而川普不願意幹 所以呢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後來他那種特別的鷹派跟整個內閣 特別是跟那個國務卿龐貝奧不對勁 我們看一下那個照片 龐貝奧出場的總是笑嘻嘻的 但是博爾頓站在後面一張老臉是黑的 讓我想起這個吳王福差旁邊那個吳子虛 龐貝奧就有點像拍馬屁 逢君之惡 對川普喜歡說 川普喜歡聽的話 那納瓦羅呢 他這個地位是中共現在恨之入骨的人 如果納瓦羅辭職的話 那可能就是意味著川普對中國的這個態度 可能有所轉變 但是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這個跡象 因為納瓦羅是跟那個奴母親 這些人呢 猶太人呢 是有點的就是矛盾 現在是確實到了非常敏感 非常這個關鍵的時候 因為就像英文說的 誰先眨眼睛 誰先眨眼睛 昨天不是昨天 是星期四的這個早上 就是開始是澎湃通信社的消息 說五個消息來源 證明了川普是願意討論這個有限的和臨時性的協議 然後到了幾個小時之後 CNBC呢 就是爆出來說 白宮的一個高層人員說了 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有一個有限的和臨時性的協議 於是到了後來川普總統自己出來說 有可能 所以大家都在追蹤這個高層人是誰呢 後來才發現了 在這個對華經濟決策的最近幾個星期來 最堅定的認為 要落實七宗罪 要追究中共七宗罪的 最高層的經濟的內閣成員 就是納瓦羅 是啊 納瓦羅是那本 叫Death by China 那本名著的作者 他對中共的性格非常了解 對 他非常了解中共 非常了解 而且呢 他強調什麼七宗罪 尤其是他指控這個中國長期啊 偷卸這個美國的高科技 那麼現在呢 就看他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取緣呢 現在這個 這個川普很奇怪 慢慢他也有一點中國宮廷的色彩 也準備要搞一言堂 因為他這個性格是看不起專家的 對 博爾尊跟納瓦羅都是專家 而川普本身是個成功的商人 他覺得他當總統兩年來 他以他自己的聰明才智 都已經把你們這個什麼外交啊 或者你們幾十年搞了中國的這個什麼外交啊 他覺得他已經磨透了 也沒有那麼複雜 我堅持我要建金三胖 你們反對沒用 我就把他當的黑社會頭頭 我就來跟他兩個人私了 這些是都是 英國人或者美國人說的 叫unprecedented 跟美國總統的身段 跟那個身份極不相稱的種種的行為 但是他 他一坐進白宮就是說 他是個破格的人嘛 所以呢 現在呢 確實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這個這個時刻 就看他 川普啊 有沒有這個定力 也許這個人到了70歲左右 70歲以後啊 情緒是有點變化的 或者是腦退化的 這個早期的象徵 是一種個人的偏執的 可能川普會不會有這個傾向呢 我看是開始會有一點的 因為你不能夠把博爾頓這種幾十年的專家當口癖的 你的他的意見你還是值得參考 而且你說你不用他 不用這樣羞辱他 羞辱他對不對 你就讓他自己遞交辭職信就算了 他非得要說這個是我把他開掉的 這個就有點孩子氣 證明這個人呢 就是說要要要要 有時候做事做的比較絕一點 而且他現在對習近平的了解 是不是像他那麼有自信呢 我都有點懷疑 你上來以後當了總統 對中國的了解 是不是抵得上一個納瓦羅呢 我很懷疑 他這個在北宮南草平星期四的時候說了 他說他中午跟這個彭佩奧吃飯 他本來說呢 要彭佩奧呢 就是你就把這個國家安全顧問呢 一起監都算了 我們知道以前也出現過這種情況嘛 基辛克福就這樣 對啊 那麼沒想到呢 彭佩奧說呢 我還是希望跟一個人合作 當然因為彭佩奧心裡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他想離開白宮啊 回這個Kansas去選參議員 這樣的話呢 2024年他可能想出來選這個總統 然後川普總統後來跑到這個白亞這個草坪裡面就跟記者講話 他說 哎呀有十幾個人要我這個職位啊 安全顧問啊 因為他們太好了這個職位 因為什麼事情呢 我都做得決定了 他們什麼事都不要幹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有這種一言堂 他到底是不是這麼神呢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治理這個世界有時候 要需要避免一些官僚的那種凡文如解 但是有的時候是不是像他那麼樣說的這麼簡單呢 當然不是 對 現在從下個星期啊 就是中國的副部長級的官員就會到華盛頓 然後10月1號以後 那麼劉鶴的團隊會來 劉鶴的團隊是有哪些人呢 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 因為美國方面是希望易綱也去 因為涉及到會來操縱國的問題 還有沒有另外一個團隊現在也不確定 因為要談結構性的改革 戰略改革 有人說是余建華 有人說是王岐山 也有人說呢 留到11月份的亞太金融會議 在治理召開的時候再談 在10月初談啊 大概也得要看看 香港10月1號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貿易部長說了 中美的貿易跟香港沒有關係 現在說實在的 雙方的底牌都早都亮出來 也沒什麼好談 我估計現在就是希望做一些修修補補的事情 而劉鶴來就多買一點農產品 確實現在中國的必須 這個豬肉啊非常的緊張 大豆呢你不買美國的不行 所以這兩步呢先替川普解決了他那個農夫票倉 那川普也會先收的 就先接收 以後的呢我想隨著時間呢 這個緊迫他得要明年呢 他沒心思幹這個了 明年他要全力投入選舉了 所以我估計到了聖誕節以後 他就會宣布 跟中國的貿易談判暫停了 談到這為止了 等我連任以後 我有更厲害的殺招了 我想就會這個樣子 那中國呢跟他簽一個初步協議 暫時就先買大豆先買豬肉農產品再說 醫療用品先買這個再說 然後川普會維持那些數以千一計的那個關稅 會維持的 打開明鏡電視每次都是新世界 節目中言論為個人見解不代表明鏡的觀點或立場 YouTube頻道名明鏡火拍 蘋果博客名明鏡火拍音頻版 網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minjinnews 臉書 facebook.com